剛剛的問題就是只要錄製 再加上那個什麼 特別注意就是幾個地方細節注意一下 這個 跟這個 然後呢 再加一個回圈 中間 頭跟尾啦為什麼要縮排啦其實很重要 FOR跟NAS馬上看到 然後頭的話一定要先 確定你初始的話要貼上的那個初始的位置是B2 所以要加一下 如果沒加的話他可能會貼到別的地方去了 OK 那最後的話這個因為他一直貼貼貼到下面去 那你每一次都要再把 移到上面很麻煩所以你乾脆呢直接讓他游標就回到最剛開始的地方 OK 所以頭跟尾 一定都是同一個位置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今天需要什麼 需要再來就是說呢 做完之後呢 也許我今天的這個 前面的 部分就是要什麼 加上他的那個 一年級 的工作表名稱 那首先的話我要怎麼做 因為每個班級都九個九個九個 所以特別注意呢 我要 加上的是工作表的名稱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可能會有幾個需要注意的 思考點 第一個 如何抓到的是 工作表名稱 那 在那個什麼 序詞物件裡面有沒有 剛剛不是有用到嗎 你這個序詞實際上就指了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以後會用到蠻多的 就是說呢 你只要 會去做那個什麼工作表的相關的動作 他都會用到序詞物件 這個物件裡面的話 當然包含哪一些動作 比如說你要新增工作表 你要複製工作表 你要刪除工作表 你要取得工作表名稱 或者是說你要把工作表 再輸出成一個Excel檔案 這些呢 都會用到序詞物件 那顧名思義啦 序詞物件其實它的作用就是怎麼樣 讓你可以去控制 工作表裡面的所有的動作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如果你只要能夠懂得這個 序詞物件的操作的話 基本上 你大概就可以 全部掌握了 工作表的所有一切動作 你就可以達到自動化 如果要自動化 再增加一個回圈 你要哪一個工作表 到哪一個工作表 OK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如果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能夠 當我 把剛剛的動作做完之後 再加上什麼 像剛剛的動作 再加上 每九個 每九個 加上什麼 他的 第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放在 A2 一直往下九個 再來 再來 每九個 就是在第十個 一直到第十九個 第二個工作表名稱 第三個 第三個工作表名稱 如果我的需求是這樣 你第一個當然 我是覺得 同學可能 為什麼 BBA學不好 因為他 太把焦點放在 後面程式的問題 而忽略掉 你到底要做什麼的問題 很多人問他說 那你做這要幹嘛 他講不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 你要先把前面的思考 的邏輯解出來之後 你的程式才會接著寫出來 那可是有的時候 前面你都搞不清楚 你要怎麼做 而且沒有邏輯性的 你特別注意 所以 同樣的事情 因為不同的人的邏輯 會產生不同的程式 可能我今天是這樣想 我做出來的 是一種 VBA程式 可是我用另外一種方式 也可以做出來 那寫出來的程式又不一樣 也就是說 同一個人不同的邏輯 也可以寫出不同的程式 那很多人想說 老師為什麼都不一樣 本來就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的 每個人想的 的邏輯不同 結果也不同 所以特別注意 那你要怎麼去把這件事情 解決出來 那 大概會有幾個點 你要去推敲 第一個就是 如何把 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 我要先抓 這個 然後放在哪裡 放在1到9 再把第二個 抓出來 放在第2個1到9 依實類推 那這個部分的話 程式不多 大概就是幾行而已 該 怎麼做呢 如果可以的話 像剛剛有同學 已經把它實際上寫出來 不過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自己寫的 還是Ctrl C Ctrl V 然後接著就 亂亂看 最好當然 你可以的話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寫得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 你大概就 蠻OK的 而裡面的話 可能會需要用到 就是 抓那個名稱 那就是 SHITS 括弧I 點Name 點Name的話 就是他這個工作表名稱 放在哪裡 放在你要給他的位置 所以 中間的話 因為會跑9次 所以你要怎樣 要把這個9的邏輯 這個 這個給做出來 想想看 來的話 當然我們 如果你要做第2屆事 你就 再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的話 也許叫做 班級工作法名稱好了 你可以TEST一下 那 按照之前的邏輯 如果說你 什麼都不會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 循序的寫 循序的寫 怎麼寫呢 HITS你第一個你可以還記得嘛 一定跑回圈嘛 For I For I 等於 多少 第二個列 到哪一列呢 到最下面一列 那如果你最下面一列不會寫 你就寫28 那你如果會的話 你就是什麼 從這邊Ctrl向下 你就把這個Ctrl向下的程式寫上 所以 你就是 到2到多少呢 HITS你可以從那個Range去追好了 Range 然後 B 也許是B2 然後去向下追蹤 它最下面的列是哪一列 你可以什麼 刮弧 前刮弧 XL Done 向下追蹤到那個列 點Row OK 然後呢 你就可以知道說 最下面那列 總共有 這個範圍總共有幾列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輸出東西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Sales 就是 刮弧哪一欄呢 I欄 I欄 然後呢 A欄 A欄裡面的話 OK 那你需要放什麼東西呢 等於 假設啦 我們全部都放一年級好了 那你可以什麼 序齒 刮弧 這邊記得不要打錯 血齒 刮弧什麼呢 哪一個 一年級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一年級 或者是直接改 數率1就可以了 點Name OK 如果你這樣執行的話 它會怎麼樣 它會全部都是一年級 有沒有發現 一年級到最下一年級 OK 那可是問題 我不是全部都一年級啊 我這個數字會必須要變2 變3 有沒有 那當什麼時候變2變3呢 它每執行9個就變一次 每9個變一次 這個什麼方法呢 你可能要想 每個人邏輯不一樣 如果每9個變一次 每9個變一次 你可以變得出來的話 那你還 那你就邏輯判斷一下吧 每個人邏輯不一樣 像我會用那個mode求於數 可是你可不可以 不要 你也可以這樣 想說老師 那我沒有那麼聰明 我可不可以用那個以前學過的if if判斷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if i 它如果是 因為我們列 假設是 假如它 小於 小於10的話 應該是2到 應該小於等於10 小於等於10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呢 每9個 應該是 每9個應該到10 當它i這個值 小於等於10的時候 那我就一年級 再來就2年 再11到多少 11到 11到19 11到 然後 應該是 11到19 然後再來是 其他的 那你可以 可以設一個 ran 比如ran 這個是抓 第1個 然後呢 你可以再用什麼 elsif 再來怎麼樣呢 他大概就19 所以小於等於19 你就把它改為19 那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 else andif 你可以寫成這樣的啊 然後中間的話呢 有沒有 這個是第1個 工作表 這個是第2個工作表 這個是第3個工作表 123 ok好 試一下好了 有沒有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如果小於等於10 就第1個 就是一年級 那或者你當然也可以抓 直接打一年級也可以啦 不過這當然是我們直接抓在名稱 2年級3年級 ok直接執行一下 可以有沒有發現 就完成了 1年級 2年級 有沒有 3年級 ok 這樣寫 有沒有問題 應該也沒問題啦 不過 會變成怎麼樣 以後你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的 資料量一多的話 那你這樣的判斷喔 那就判斷不完了 如果你有10個工作表的話 那你怎麼辦 要寫 要寫 一直下去 所以呢 恐怕你要去思索 第2個方法 那第2個方法是我後來 加上去 而且你可以把班級名稱這個複製一下貼上 然後 可以把它改成用另外一個方法 我用index 啊這個index 的話呢 裡面呢 我可以用什麼方式呢 一樣 跑的範圍是一樣的 只不過呢我這邊 會多加一個index 這個index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哪個工作表 頭到尾 那我不要用這個判斷喔 我不要這麼複雜的判斷 我要的 方式就是說呢 我 這個地方 一樣這個地方是 用index 所以他一進來的話一定是第一個 OK 那當什麼時候 會讓他加 index要加1呢 就是如果什麼 如果 那個 I的值怎麼樣 他一定是怎麼樣 當什麼狀況呢 所以會有一個條件啦 那不過我這邊的話 因為你要寫還是 再寫要 那太長了 所以我用一個mode 求余數 也就是說如果求余數 能夠被9整除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 那個那個值 比如123456789 9了表示說呢 他1組了 1組了之後的話 約1年級了 對不對 然後我要跳2年級 所以我可以把 原來的I 減掉1 因為他從2開始 我把它先 從1開始 然後呢 然後呢 做什麼呢 這個詞 先刮符起來 求余數呢 就是mode mode就是除以多少 除以 哪個數字 除以9 如果等於0的話 意思是說整除 那什麼時候會整除 123456789 9除以9 會不會整除 會整除 到9了 那你這個條件為初對不對 Zen Zen Zen什麼呢 把index加1 index 等於index加1 OK 應該懂那個邏輯 所以 9 就加1 當什麼呢 18 有沒有 18 除以9 會不會整除 會整除嘛 對不對 然後 那再加1 不過有同學可能會講說 老師那為什麼 你把這個東西 寫在這裡啊 以前不是要一個 enter兩下 然後 endif 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說 你後面的敘述 就一行的話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的敘述 只有一行 那可以寫在這裡後面 但是如果你兩行以上的話 你一定要寫在下面 這個是規則啦 因為只有一行 我為了 像我講過 我程式竟然越短越好 不然寫太多 同學可能看到 就會直接 頭暈 就會想要略過了 OK 所以我現在寫越少越好了 那寫完之後呢 應該結果就出來了 你會發現感覺好像比 上面的簡單一些 比較 簡短啦 不能說簡單啦 比較簡短 但是這裡的最重要的 邏輯就是這個東西 MOD 不過可能又是牽涉到一點數學運 不過應該不會太難吧 整齣應該在 在小學階段應該都有學到了 OK 所以 這個東西的話呢 如果小學 來做 應該也可以辦得到啦 而且你會發現現在小學的課程就是等於我們以前的國中課程 越來越困難 而且像107年的課綱已經把城市設計納入到中小學的 課綱裡面 也就是 以後 可能你們的小朋友 他回來問你城市設計的問題是 很有可能的 因為以後的小朋友呢 他們上學就要先學城市了 我覺得城市應該可以跟數學把它合併在一起 因為其實很多數學問題 就跟城市設計很有關係啊 為什麼乾脆把它合併在一起 學數學的時候直接上機去測試 像大家這個問題 球魚數 小朋友做完之後會比較更具體 像我以前學 學那個背那個什麼球魚數 我是真的把它背起來 因為我根本搞不清楚 這球魚數在幹什麼的 後來發現呢 原來球魚數在這裡這麼好用 那就覺得 有趣了 就會記起來了 也不是死背的 以前是真的是背起來的 現在是根本不用背 因為理解了之後 根本就不用背了 因為在我的腦袋裡面就有這個東西了 所以不要死背 這個東西給你們的就是啊 你如果理解之後 它其實就會成為你腦袋 腦細胞的一個部分了 跟你是密不可分的時候 你就完全不用背了 而且你會很輕鬆 所以為什麼你會覺得很疲勞 因為你把不屬於你的東西 塞到你的腦袋裡面 它不相容 就會開始抵抗 抵抗了之後就想逃避了 OK 所以你會覺得累了 但是如果那東西呢 是完全屬於你的 你就會覺得很順理成章了 所以這些東西呢 都變成我腦袋裡面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完全沒有背它 你說老師那很多程式嘛 你怎麼來的 我都是隨著 我想到的邏輯 把它產生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 像 像我剛剛講的這樣啦 邏輯變成程式 那很多事情 絕對都可以變自動化了 因為很多事情本來就是 你想的 然後你按照那個基本邏輯去做的嘛 對不對 如果你每一次 都把這個邏輯全部串在一起 那程式 寫出來之後 你的問題也解決了 所以你說這個自動化可以到什麼程度 其實基本上你每天做的事情 全部都可以自動化 可不可能 絕對有可能 那只是說呢 還好現在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厲害 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厲害的話 那你們應該失業了 所以這是用比較的啊 如果你旁邊身邊的人都沒這麼厲害 那你只是比他厲害一點點 你就算厲害了 所以你們現在應該有學 應該有差啦 如果完全沒學 就感覺有那個 危機意識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我大概兩個部分啦 那這個這個也OK 但是這個也OK 但是這個的話 他的缺點就是 將來你如果 資料量多 他會需要判斷很多 但是這個的話呢 他只需要 一個 就可以全部幫你做好了 不過前提是 剛好每個都九個 如果說將來 不見得 一樣的長度 那這一招就不適用 你可能要用別的方式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最後那個 程式我也把它貼上 我有加了一個 Range A2 好然後 在第三段嘛 就是那個 怎麼樣加上那個 VBA的名稱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Index 所以 加工作表名稱 有兩段 請各位 再試試看好了 一段是 用那個多重判斷的方法 一個是用一個叫MOD MOD 就是求餘數的方式去解決 試試看好了 這兩種方式 你說哪一種 比較好了 當然 這個有時候 程式不是 好不好的問題 適不適合說 你在某一種 邏輯下面 去把它做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 同一個 我也可以寫 第三種 第四種 第五種邏輯 那只是說呢 哪一種方式 你會 比較沒有 比較不會出錯啦 這也是可能 需要考慮的點 OK 試試看 加上班級 再來等一下就是 加上那個 排序 加上排序 那加上排序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部分應該就OK了 所以以後的話就 一、二、三 三個步驟 你就可以把你的 合併工作表的問題給解決掉了 好 那 大概是這些 試試看好了